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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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中国河海大学第一任校长李宗盛 水利工程师 所以这几个人对中山林的建设有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在这里特别把这几位曾经在历史上协助中山林建造的几位 有非常有企图心的年轻的建筑师 还有年轻的土木工程师、河海工程师以及摄影师 把他写在这里面 在这张图的右边,第一个是在孙中山先生从北京移林到南京的照片 这些照片相信都是王开摄影师所拍的 第一个部分是从北京移林出来,他们坐着火车到南京 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在孙中山的遗像面前 上面写了几个字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荣须努力 其实这几个字呢 以前我中必在当公务员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读到 这是因为孙中山的遗言 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荣须努力 这也是写在孙中山祭堂旁边两幅地 那在中间这里头呢 包括宋庆宁女士 还有包括申科先生夫人家属 他们在这凌位之前合拍了一张照片 那中间的是孙中山的遗像 所以他在他们要准备出殡那天一起的合照 这张照片相信也是王开摄影师所拍的照片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紫金山中山年的故事 埋葬在南京紫金山的地龄 除了孙全埋葬在梅花山之外呢 另外呢,这个明孝陵之外的最有名就是所谓的中山陵 中山陵呢 是中澳民国的国父孙中山的民主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他位在这个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的南路 他东陵陵谷市 还西边明孝陵 简单来讲他的西边是明孝陵 他在明孝陵的东边 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民国14年 民国14年3月在北京去世 在北京去世之后 国民政府呢 还有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呢 遵照孙中山的遗愿 在南京为其修建陵墓 中山陵的修建 从1926年的一夜开始兴建 1926年的一夜开始兴建 到1929年的春天 他才完成祭堂的主要建筑 但是在这完成主要建筑的时候呢 他的首席建筑师 李佩 李燕子建筑师的 因为甘来 已经去世了 在当年的6月以后 孙中山 入葬 所以孙中山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他停留在北京 从1925年一直到1929年 1929年 民国16年 北伐成功完成统一 所以当时定都南京 所以1929年的时候 是民国18年 就民国18年的时候呢 当时呢 南京就控制在国门政府所下 但是在1925年孙先生去世的时候 南京并没有控在南京政府所下 而是控在一个 军阀的手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部的营幕呢 一直到1931年 才全部完成 所以中山陵呢 他是由旅美建筑师 李燕竹所设计的 那李燕竹呢 他整体的外观呢 他呈现一个中型 跟像警钟一样 有人说 从航照图来看 他好像警钟 警钟的意思呢 就是他这个警钟的图案呢 他跟孙中山呢 唤起民众 孙中山在遗嘱里面讲说 在唤起民众 以求 汇除不平平条约 所以唤起民众呢 就是这个孙中山 中山陵最大的一个设计理念 设计理念 他就象征了一个警钟 警钟最大目的是唤起民众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净土的结果呢 这个中山陵呢 就是由李燕竹 得标 李燕竹得标 那林木的设计呢 他充分意诺的地势 还有牌坊 林牌 林门 还有碑亭 还有祭堂 等等主要建筑物 由高到低 依次呢 排在紫金山的南侧 紫金山南侧的管坡上 所以中山陵呢 吸取了中国古代林木的对称布局 对称布局 利用木道 还有利用台阶 利用木道 利用台阶 作为主要建筑物的一个 建筑轴线 而且呢 布置的大片的 绿地 大片绿地 将林木建筑呢 跟背景的山寺 还有 跟背景的山寺 还有宏伟的这个气象 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呢 他的林木 主要是采用 中国古典的宫殿式的建筑 大物典造型 同时呢 应用了西方建筑的设计 还有建筑的技术 用树木的 蓝白 两种颜色 因为呢 中华民国国旗是清天白日 所以他用蓝白的 蓝白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颜色 来作为 孙中山林木的重要的色彩元素 那表现出 沉浸 灰红的气度 所以呢 他被认为是 中国近代建筑里面 融合 中西的金领之作 也就是中山林 纯粹就建筑上来讲话 他是 巅峰造极之作 巅峰造极之作 1925年的3月10号日 孙中山因为肝炎合并 胆囊炎 逝世 在逝世的前一天 孙中山他提出了 他提出 他提出 人家在 围在他旁边 说孙山先生有什么遗愿 孙中山他说 他说他想要 绑效列宁的作法 列宁是谁 列宁是苏联的 创始人 他想要绑效列宁的作法 能够 保存遗体 所以呢 孙中山的遗体是保存得非常完好 那保存非常完好 他跟蒋宗正先生不一样 因为孙中山是他自己严厉保存遗体 他说他希望仿造列宁的方式保存遗体 希望将来能够葬在南京 他说南京 我在之前 在民国园林的时候 曾经跟一些 党国大大曾经去过 我也希望将来使后能够埋葬在南京 那根据当时的报导 称了他对宋庆龄还有对汪精卫这些人说 这是媒体讲的 根据他对宋庆龄 汪精卫等人说 他无死之后 可葬于南京紫金山 山路 因为南京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 所以不可忘记 辛泰革命之地 不可忘记辛泰革命之地 这是他的遗言 那据说他在稍早的时候 在1912年的3月 他曾经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民国刚成立的时候 他孙中山 他就曾经跟一些党国大佬 到紫金山去打类 到紫金山去打类的时候 他们就参观了明孝陵 又参观了吴大帝的陵墓 这个吴王坟 参观这个东西之后 他们就打完类之后 在山上休息 孙中山就有感到花了 他说他说我日后辞世以后 他说将来我去世以后 我愿向国人 祈此一杯土 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中国人 祈求能不能赐我一杯土 就给我一块地 以安置我的躯壳 以安置我的躯壳 那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现在打类的地方 就在民国元年的1912年的时候 他就有打类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呢民国政府呢 就按照孙中山的遗宴 由北京的协和医院 进行防腐处理 进行防腐处理之后 但是当时中山林还没有成立 还没有完全 根本还不知道 连个影子都没有 所以呢 他的遗体也不能永久放在协和医院 所以他们就把他放在 因为孙中山的妈妈信佛 孙中山自己本身可能是基督徒 但他的母亲信佛 所以呢他们就把他的遗体 放在北京的遗宴寺 他放在北京遗宴寺呢 他就说等到中山林建好之后 我们在遗宁南京 从1925年的三年 1926年的开工之后 一直到1929年的春天 中山林的第一期工程 总算完工 所以呢在 1929年的这个夏天 在5月26号 5月60号 他们已经看到了时辰 也就是孙中山起临的时间呢 可能有按照 中国传统的做法 有个起临的做法 所以他起临的时间呢 是凌晨一点钟 凌晨一点钟 所以孙先生的这个 灵请灵救 返缓呢 从北京的 西山的 碧云寺 再举行 宜宁的仪式 到了下午 3点30分 下午3点35分 再有孙中山 遗体 灵救的 总共用火车 有九组专类的火车 有家属宋庆龄 还有家属孙科 还有迎乘的一些 党国大佬专员的附送 从北京启程 开往南京 开往南京 一直到了5月28号 上午10点钟 也就这个火车呢 是从这个1929年5月26号 下午4点半 4点35分 准时开出 所以这个时间呢 可能也是看过风水 看过日子 然后呢 按照这个一直 两天之后呢 一直到 5月28号 上午10点钟 专 专类的车谱 达到了南京的 浦口车站 南京浦口车站 灵车过江以后呢 这个灵车呢 在中山码头登岸 到了下午3点15分的时候 灵车就抵达了湖南路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呢 灵庆呢就移入了国民党 在南京的中央党部 5月29号 就进行 公祭 进行公祭 那6月1号呢 国民政府呢 举行 奉安大典 奉安大典 那遗体呢 从此呢 迁入了中山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孙中山从他去世 一直到遗体迁入中山林呢 从1924年去世 1925年 1924年去世之后呢 一直到1929年的6月1号 才正式奉 才正式 安葬在中山林里面 1925年的4月4号 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呢 1925年4月4号 中国国民党呢 在中央资金委员会 在苏中山去世之后没多久 成立一个 仗势策备处 这仗势策备处呢 他委员包括 当时的党国大佬 张靖江 包括当时的党国大佬 汪精卫 还有包括余佑任 包括林申 还有包括宋子文 还有包括戴季陶 还有包括 邵立子 杨树坎 还有孔祥熙 宋 叶楚呛 林怀 林幻庭 还有陈 陈去病 总共有12个人担任 智商委员会的大员 但在12个人当中 其中并没有蒋介石 蒋中正先生 那据说呢 蒋中正先生 当时正在开始进行北华 因为他当时 奉命筹办 黄埔军校 据说这个时间 也是他东征的时候 所以他就 蒋中正先生就没有 淚入他的 智商大营当中 所以在12个人当做委员 就确定这个筹备工作 他当时呢 确定了要找寻 木系的地方 包括几个阶段 第1个 确定木子 确定木子 第2个 测量木地 第3个 交涉原地 因为当时南京 是控制在军阀 所上 并不在国民政务所上 然后呢 然后呢 交涉 圈地之后呢 然后呢 征求 灵木的图案 然后决定 灵木的图案 然后招标开工 然后新工 他是 这是他 智商委员会 定的一个次序 定的一个次序 那紫禁山呢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讲过 他在南京城 以东 东西长大概 7公里左右 那居中的北风 高拔 最高的北风 他只有448.2米 他的东风的小茅山 这是360公尺 360公尺 西风的天宝山 海拔250公尺 北高峰跟天宝山之间 海拔425公尺 这个二峰陀岭 地势险峻 北风的小茅山之间 是海拔高度到 351公尺 这个中茅山 地势比较平坦 其那几个山峰 地势非常高 高爽 所以他没有平坦的地方 所以他们最后 决定在 决定在 给北高峰跟小茅山中间的 350公尺的中茅山 在这里的 营造中山先生的 中山林 所以呢 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平满 所以在1925年的事业 孙中山的夫人 宋庆龄女士 还有他的儿子 孙科先生 还有多位 这个藏事委员会 曾经好几度 登到紫禁山 再去实际 勘查 到了事业中旬的时候 他们勘查之后 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呢 孙科跟宋庆龄 等等 就提到一个问题 他说他的墓子 他的墓子 要比明孝龄高 为什么呢 因为孙中山 在中国地位 远胜于 明太祖 朱元璋 所以他的墓地 一定要比明孝龄高 要比明孝龄高 还有一个呢 就是呢 孙中山 埋葬在这里之后呢 此后 不可以有人 埋得比孙中山 更高 也就是他 找个墓子 这个墓子 非常高 而且他 高过 高过 明孝龄 而且要保证了 以后没有人能够在更高的地方埋葬 这表示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孙先的家属 对孙中山的历史定位 趋势有非常高的期许 所以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做了决定之后 又到紫荆山 又重新去勘查 最后呢 看了半天之后呢 勘查了好几次呢 就按照这个 宋庆龄 女士 按照孙哥女士 按照这个孙中山的遗验 他们就决定了在 中茅山 他们认为中茅山最合适 为什么比中茅山 高的这个天保山 还有 还有北高峰 这两个山峰都不可能营造林木 为什么这个山峰太尖了 唯独在高山当中呢 有平坦的地方 只有中茅山 所以他们就决定 中茅山呢 又比明孝龄高 又比明孝龄高 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在这个 中茅山 营造林木 所以就开始 确定这木子之后 开始测量木地 测量木地之后 他们提出一个方式 就说啦 他们希望用中茅山的地方 要多大的地呢 他们希望呢 在紫金山里带 在中茅山旁边的地呢 全部能够 纳入林木的 幻围 林木幻围 所以当时他找了他们的总干事 这个主任总干事呢 名叫杨姓国 杨姓国就 就奉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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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筹备处呢 的一个 一个接洽 就跟南京政府 当时南京的 控制南京的军阀 接洽 圈地 接洽 实地测量的地方 当时呢 杨姓佛呢 还到了南京 他们准备要营造 中山林的地方 拍了很多照片 而且 请了江苏的 陆军测量队 陆军的测量队 协助测量木地 但是呢 把划坟墓的这个地方 这事件并不顺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原来 他们原来希望能够到达 四万五千 八百亩左右 但是弄了半天呢 他们只弄到了两千亩左右 两千亩左右 也就是说 他只有圈到 原来他们想要墓地的 大概二十分之一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办法 因为南京呢 还不在国民政府所上 所以呢 他们当时就想着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开工 总不能等待 总不能等待 所以到一九二七年之后呢 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之后 他们这个整个圈地工程 才正式完成 也就是才要到中山林所要的地 这总共是 四万五千 四万五千 八百七十亩 等于四十五公顷 四十五公顷 四十五公顷左右 四十五公顷左右 所以呢这个目的是相当 相当的大 那孙中山去世之后呢 当时孙科还有负责建筑工程的宋子文 宋子文找了一个 外国人当做建筑顾问 这个建筑顾问 叫赫门 赫门 赫门也是个美国人 他是宋子文的好朋友 他们就询问着赫门呢 就说我们要怎么做 赫门就跟大家建议说 我们就用公开征图 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 叫做 陵墓的悬赏 征图图案条例 也就是说 中赏之下 必有勇夫嘛 所以他们就通过 这个征图条例 然后最后呢 他们决定了在申报 决定在民国之报 还有决定在 广州民国之报 等这几个大报纸里面 刊登 这个条例 还有刊登 征图的启示 那同时呢 他在上海一个英文 英文报刊 这英文报刊叫自林西报 做了英文报告 也就是他希望呢 全世界里面呢 对陵墓新竹有兴趣的建筑师 都能够来投稿 征求中山林的这个陵墓的设计 同时呢 他们也聘请了这个陵墓评判的委员 陵墓评判委员里头包括土木工程师 包括林鸿勋 还有包括雕刻家李金法 还有包括画家王毅庭 还有包括德国的建筑师 一个叫做 Emil Bush 这样的一个人 还有呢 另外这是他的 筹备委员 等于是平图的委员 那同时呢 在条例里面 也对于 该用采用什么样的建材呢 来建材的 性质功能 还有建筑的风格 做出了一些规定 例如说他要 他要有特殊的纪念价值 同时呢 他规定了祭堂还有墓试呢 要能够方便的公众进入沾阳 同时呢 为了要让祭堂外面的 可以占很多人 所以他说祭堂外面 要能够容纳五万人的空地 用来 用来进行的 大型的纪念活动 那另外呢 他说祭堂的格式呢 必须有 中国股市 或者是根据了 中国建筑精神 风格的 这样的建筑 为目标 为目标 那最后呢 他说为了要永久保存 所以他们要求 必须要使用 石料 不能用砖块 不能用木头 不能用木头 只能用石料 还有用钢筋三合土 这是他对各种工程 还有设计标准 都做个完整的规范 那同时呢 他说为了要符合 中山新的简朴风格 所以这林木 应该要简朴 庄严 所以不要奢 奢侈 滑贵 所以他们就登了这几份 包括中文报纸 英文报纸 在这个登报之后呢 登报之后又过了几个月 他从5月份登报 一直到9月15号 筹备委员呢 总共收到了 40份的征途图案 在40份的征途图案 他们立刻展开征途的评奖的活动 但是其中的李燕子的图案 李燕子的图案呢 被认为呢 最符合这个设计规格 因为他最认为 最符合中国的一个木葬的概念 而且简朴浑厚 形式气魄 而且呢 他做了个警钟设计呢 跟孙中山的一个精神 最像 最像 所以呢 当时在 这个小组的幕僚会议的时候 他们就看上了这个 李燕子的这个设计图 到了9月10号 这个筹备委员呢 跟家属正式谈判 正式开会 要选出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展览 所以呢 他们就 李燕子呢 就得到首奖 另外一个 幻文照 他得到二奖 那另外呢 这个 杨锡忠得到三奖 还有总共呢 有 大概十几位都入选 十几位都入选 入选之后呢 他们他们经过公开的展览 公开展览一直到9月27号 再开复评会议 开复评会 那不管从初评到 到复评到决选 通通都是李燕子 都得到第一名 可见这个中山林李燕子的这个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常常发生 这个筹备会议的时候 是谁得第一名 等到初选的时候又谁得第一名 然后复赛就得第一名 然后最后决赛 第一名又是不同人 那这样当然 最后得出来的结果 当然会有人认为说 为什么出赛第一名到决赛 就不是我 就常常会有一些争议 但是中山林就没有这个问题 他从出赛到决赛到决赛 通通都是李燕子得到第一名 所以李燕子这个设计图 可能是当时公认最好的设计图 结果他们就发现 李燕子究竟是谁 居然一个只有28岁的建筑师 所以大 就想着这么年轻的建筑师 怎么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奖呢 所以李燕子一时之间 就变成名望了 就变得非常高 所以李燕子非常年轻的时候 他就名列中国建筑五大宗师之一 所以这个人是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在1925年的10月份 9月份的时候 他们公布了这个 公布了这个图案 1926年的时候 李燕子生病了 春天李燕子生病 李燕子生病做医生诊断 说他可能得到肝癌 但是并不确认 经过休养之后 李燕子就恢复健康 恢复健康到之后 一直到1927年 李燕子又再度病倒 再度病倒 这个病情又比 1926年春天那次病情更加的严重 这时候呢 诊断出疑似肝癌 疑似肝癌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李燕子 孙中山先生 当时孙中山的这个广州纪念堂 也准备要征途 李燕子也去 应征了 但是当时李燕子已经生病了 没有办法前往 没有办法前往 所以李燕子呢 就找了他的好朋友 就找了他的好朋友 黄潭浦 当作自己的权源代表 到广州去做说明 结果一样得奖 简单来讲李燕子这个人太厉害了 病他之上 他完全没有办法去说明了 他的朋友 这个黄潭浦 替自己说明 结果也得奖 所以这个 李燕子 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人 但是到了1926年的冬天 1926年的冬天 到1927年 到1928年 这几年当中 李燕子一直在生病恢复 生病恢复 一直在1928年的三月份 1928年三月份 李燕子自己觉得来自武多 来自武多 所以他就跟他的好朋友 跟他的好朋友商量 跟他好朋友商量 跟李锦沛建筑师讲 跟黄潭浦建筑师讲 黄潭浦建筑师讲 他说他恐怕 没办法度过这次危机了 所以一定要预先安排后市 他说啦 中山林没有完成 是我一生当中 最遗憾的事情 他说两位 务必按照的设计图 能够 一丝毫不果的 能够把它完成 李锦沛建筑师答应了 这个黄潭浦建筑师也答应了 所以他就非常慎重其事 写了一个授权书 写了一个报告 跟上站委员会报告 说他不久于人事 不久于人事 但他的两个好朋友 一个叫做 他的两个好朋友 一定能够完成了 这件功劳 这件事情 请上站委员会放心 所以他把这件事情 全权委托给 李锦沛建筑师 还有 王潭浦建筑师 在那一年的 在那一年的 1927年的 1928年的 3年18号 李彦浦 过世了 德年只有34岁 一个年轻的一个建筑师 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李彦浦他在 他在进行第1席工程的时候 他那时候找到他在康奈亚大学 认识的同学 这个人名叫做 刘孟喜 刘孟喜他的专长是土木工程 所以呢他就找刘孟喜 来当做总工程师 所以最后这个刘孟喜 据说刘孟喜 他就是敲钟的那个人 也就是孙中山先生 这个林木 要开启的时候 就是刘孟喜 所敲的 所以刘孟喜 当做兼修的总工程师 那刘孟喜呢 原来的名字 原来的名字 据说叫刘宝厄 那他比李彦浦大 大概9岁到10岁之间 他是陕西人 他毕业于上海的南洋工学 那后来被选派到美国 康奈亚大学游学 所以呢 李彦浦到康奈亚去的时候呢 就认识了 这一个总工程师 刘孟喜 因为做了中山林 所以他就问刘孟喜呢 可不可以出任他的 总工程师 刘孟喜当然非常开心 所以呢 刘孟喜就答应了 当然之后 刘孟喜就担任这个工程的总工程师 但是呢 当时刘孟喜担任总工程师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问题 就没有水 用水泥 用石块 都需要水 他想到中山林要 再建造那么高的地方 这个水到这个大问题 我们现在去爬中山林的时候 被发现爬了半死 就是非常累 当时还没有这些台阶 还没有这些什么 怎么样把水弄上去 却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刘孟喜呢 他那时候 他刚开始应聘的时候 他 他是 他在南京 第一次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他也是河海大学 现在叫河海大学 他是河海大学 第一任的校长 他受聘在这个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担任这个土木工程的一个老师 当时呢刘孟喜呢 他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名叫李一子 李一子呢就在 李一子是留德的 据说他们是在 李一子也是因公费留德 过去的民国政府有个有个习性 就是说公费出国的人 他又会有一个一段时间 是彼此在那里受训 这个制度一直到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时代的时候 当时公费留学生 他们也有这样 就是在公费出国前 大概会有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 他们彼此互相熟 然后一起受英文的训练 补充训练 然后最后呢 再分别 按照他们的志愿 去施行学校 然后最后再派出国 所以呢 据说这个刘孟喜呢 他当时被选派到美国去 另外他一个朋友叫李一子 李一子被选派到德国去 他们在这个 公费留学生的训练当中 彼此熟视 这个 这个刘孟喜呢 为这个水源问题的时候 伤脑筋的不得了怎么办 他又不是水利专长 最后他想到了李一子 他在 我不是有个同企一起出国去的朋友 叫李一子吗 那我问问看李一子究竟在哪里 所以他就问李一子 结果没想到李一子 居然回来了 李一子当时就在 河海工程学校 来担任教授 所以他就请李一子来 他说你来帮我看看 这个没有水怎么办 没有水怎么办 他又跟他讲他现在担任这个中山林的总工程师 所以呢 据说这个李一子呢 跟这个 跟这个 刘孟喜呢 他们看了好几次 完全没有办法 他说这中山林这个地方没有水啊怎么办 这 究竟怎么办呢 没有水 这个要能够如期完工 却是个大问题 但是他们后来想到了中国人的风水说 他说长风俱水 他说明孝陵呢 也没有河水经过 究竟怎么这个水就能河出来 他说按照中国风水学的概念 一定要水 这个水如果不是河流啦 就一定是地下水 他说难道这有地下水吗 所以他们就到明孝陵那边只去看 结果这个李一子呢 他因为他是 水力专家嘛 所以他在无意中 他在岩石当中 他发现一个地方 他认为这个地方一定有水 所以他仔细看查之后呢 他都跟他讲说 这下面有个地下水 结果大家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李一子说 你怎么知道这下面有个地下水 呢 他说水 一定在这里头 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呢 我家里打水井的时候呢 打水井的工程师在看了半天 看了半天之后呢 然后跟大家讲 我们在这打口井 他说这里打口井 然后这里下面打口井下去 一定有水 所以呢 这个李一子呢 他就按 大家就说李一子这个地方打下一定会有水 所以他们就按照李一子的规划 就在 明孝林 比较靠近中山林的山谷当中了 就打了一口井 结果打了一口井 就过然有喷出泉水来 所以我们不得不配 古代的风水师 他能够地下水 都看得到 所以就这样解决了中山林缺水的问题 中山林缺水的问题 但是很可惜的李彦祖他没有办法看到孙中山移入中山林的这样一个场合 他去世了 去世之后呢 他就找了李锦沛 又找了他的好朋友 这个刘孟席 又找了这些人 继续完成他未经之业 那又过了几年之后呢 这个工程终于完成了 终于完成了 那李彦祖呢 李彦祖家族 据说呢 他是天津人 据说呢 他的父亲呢 曾经在李鸿章的帐下做事 曾经在李鸿章的帐下做事 所以李彦祖的父亲叫李征祥 这个人呢 非常有外文的经验 因为他在李鸿章是 清朝末年的外交的一把好手 所以呢 李彦祖呢 因为他父亲的关系 所以李彦祖曾经在日本 住过了也在德国 也在华国 住过了也在美国留学了 也在美国留学了 他同时呢 这个他的父亲呢 跟大方一家 盐妇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李彦祖的姐姐呢 嫁给了盐妇的儿子 然后李彦祖呢 盐妇的二女儿 二公子 原家的二女公子呢 又跟李彦祖谈恋 又跟李彦祖谈恋 但是可惜 他们已经论即分嫁 但李彦祖三四岁去世 让这个盐妇的二公子 老二呢 二女儿呢 原来是想要嫁给了李彦祖 但是没有办法嫁 因为李彦祖已经去世了 所以呢 盐妇的 二女儿呢 就因此啊 非常伤心了 最后出家 最后出家 那当然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他出家之后呢 这盐妇小姐出家之后 他有一个法号 这个法号叫 秋妙 这个秋妙 所以秋妙后来就出家为尼了 出家为尼 那一直到1950年中共建政以后了 这个秋妙就去了香港 去了香港之后又来到台湾 据说呢 他在台湾去世了 就是他在台湾去世 那李彦祖他的老是 他的四弟呢 据说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党员 但是后来他开了一家商店 开了一家书局 叫做金马书堂 金马书堂用来掩护 中共的地下党 因此被抓获 最后被枪决 所以这个家族里面 他我们可以看到 见证那个 那段税里面 各种党都有 各种党都有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紫禁山中三年的故事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候 不管是共产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或是青年才俊也好 他们对中三年都做出了最大贡献 特别是李彦祖 还有 特别是李彦祖 还有李彦祖的好朋友 李彦祖的好朋友 包括呢 这个建筑师李锦沛 包括这个 黄滩普 黄滩普呢 在李彦祖去世之后呢 李彦祖因为 虽然订婚了 但是呢 却没有结婚 所以他还把货事呢 脱给了黄滩普 所以黄滩普呢 接战这件事情 据说他的货下半生呢 只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帮李彦祖办后事 第二件事情呢 帮李彦祖把中三年做好 他因为中三年的手稿 他曾经两度入狱 两度被关起来 那他信心保护了中三年的这些资料 虽然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 虽然因为这个抗日战争的关系 这些资料 最后没有办法完全保存 但是总算保存下来 大概这五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黄滩普的决定要把这些稿件 送给 送给 这当时在大陆建政的这些政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中三堂 中三灵当时的这些文献呢 全部归功于黄滩普 归功于李锦沛 归功于李燕子 他们建政的那个时代 非常纯洁的友情 非常纯洁的爱情 然后一直到死之后呢 还是两不相遇 所以我们可以 从中三灵里面 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们可以见证那个时代 青年朋友们的爱国心 还有他们为国 这个业力来做这件事情的牺牲 我们今天 在紫金山中三灵故事 就讲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跟大家分享 紫金山中三灵的风水 跟明夏的风水 究竟哪个比较盛 谢谢大家收看 你看到这个时候 那我们俩也好了 你这些难以后 终对我们的事 这些难以为 要求你 还付下一种